中国地大物博,地域广阔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导致了南北差异 比如每年都会在微博大战的吃甜汤圆还是吃咸汤圆 其实这种差异不仅在饮食上存在 在诸多地方都有表现 比如性格,生活习惯,口音 由于这些差异也导致了南方人和北方人在买车上的抉择 比如南方人性格细腻,考虑周全 也正是这些优点,古时候的降向大多都在南方 南方人在买车的时候,往往会更重视舒适感,性价比 所以一般买车时会货比三家,考虑自己的情况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下手买车 在这种情况下,日系的车在南方就会相比北方卖得更好,更受欢迎 因为日系的车虽然在操控感上不是特别出彩 但是在经济适用和保质上那绝对是杠杠的 而北方人则是大男子主义,性格粗犷 比较好爽爱面子,所以北方人就比较喜欢空间大,东里好 其实也和北方的地理环境有关系 因为北方地广人稀,南方则是寸土寸金 所以北方更喜欢SUV,喜欢汽车的操纵感 一般都不会在意油耗这些 北方人喜欢买德系的车,认为德系经酒难用 喝醉烈的酒,开醉野的车 当然这只是小编的一方言语 可能也有诸多不准确的地方 虽然在地理上划分南北 但是我们还是属于一个大中国,是一家人 买车主要还是看个人喜好 毕竟这是你自己的钱 你高兴买什么就买什么 你说呢